我們生活在社會中 沒有錯各位先生女士 她說了那句話了 她真的說了 好像眾人對Zack Snyder版本《正義聯盟》還不夠期待一樣 這句永恆不朽的小丑台詞 終於正式成為電影史的一部分了 如今我們終於從所謂的人生模仿藝術 演進到藝術模仿男嬰的時代 太神了 我來到這裡的目的就是讓大家都落到跟我一樣的下場 歡迎各位厭世仔們回到這個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按一下訂閱鈕就能加入這個邪教 在最近爆紅的汪達幻視和天竹鼠秋秋的雙重夾擊之下 正義聯盟漸漸淡出了大家的視野 雖然說鋼古演員事件微妙的帶起了一陣子的話題 不過終究抵不過兩分鐘的快音復活片段 話是這麼說 但既然最終版預告公佈了 身為忠實DC粉的我勢必是得高潮一波 在我們進入這個預告的各個細節之前 相信還是有一些剛加入 或是想要加入我們Release the SinoCut幫派的一些新成員 還不清楚我們這四年都在高潮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監製要一直在我寫的稿裡面加入我們這個詞 我真的只是在旁邊看好戲的吃瓜犬中而已 這部電影好看難看我都開心了 回到正題這四小時的Zack Snyder版 跟我們2017年在戲院看到的版本有什麼不同? 啊...我天真無邪的孩子 這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一部電影了 讓我們回到當年 看看華納帶給我們的部 有如科學怪人東拼西湊的正義聯盟吧 起初Zack Snyder在2016年就已經拍出了一部長達5小時的初剪 在那5小時之中他再精簡成一部3.5小時的電影 也願意再削剪掉半個小時作為戲院的最終版 完整導演版則是像蝙蝠俠對超人一樣在藍光推出 但是經歷BVS不如預期的結果與評價 華納要求Snyder必須將這些畫面剪到2個小時 這顯然會讓整部電影面目全非 畢竟有快一半的故事劇情都會刪掉了 Snyder勉強剪出2個半小時的版本 但是華納還是不滿意 就是要她提供一部2個小時左右的電影 而她當然也是奮力捍衛她最初的野心 不過命運又在此時殘酷地捉弄Snyder 她的女兒情生 這樁家庭悲劇讓她失去了繼續跟華納爭下去的鬥志 奮而辭退這部電影導演的職位 於是華納就趁這個機會 僱用了復仇者聯盟導演Joss Whedon來完成電影 Wedon一加入就大刀闊斧 寫了長達88頁一共一個半小時的全新劇本 花了兩個月就重拍許多片段 想當然而 最終的正義聯盟跟原本的版本差了10萬8千里 當然也讓觀眾有幸看到超人的電腦動畫嘴唇 之後攝影師更表示Zack Snyder的原版畫面 大概只有10%存活到戲院版之中 即使是那些留下來的畫面也受到大幅修改 而我們現在都知道那個版本既不叫好又不是特別叫做 DC也從此半放棄了與漫威宇宙拼鬥的野心 不過在Snyder粉絲以及演員群的多年抗爭之後 如今華納又在新的戰場大膽挑戰迪士尼 為了在這些所有人都火力全開的串流大戰中 拔得頭籌直接掏出了大槍 據說給了Zack Snyder7千萬美金 來完成他最初夢想中的限制集超越黑暗版本的正義聯盟 而且這個版本還長達4個小時 比他原來的導演版還長 意思就是說這個版本至少會有長達3個小時 從沒問世過的畫面 你沒聽錯Zack Snyder花了7千萬美金 就是為了讓小丑說出一句迷音 就是Release the Snyder Cut的傳說 以及最終的勝利 現在話不多說讓我們進入預告分析 在預告的一開始 我們看到了超人在BVS死亡中的另外一個 慢動作鏡頭 超人臨死前的叫聲以肉眼可見的音波傳了出去 你回去找的話 其實在BVS中就曾看見這個音波的存在 也算加深了這兩部作品的聯繫 這配合著Lex Luther說著 終聲已然響起 超人臨死前的喊叫傳遍了各地 讓他們知道地球最偉大的捍衛者已經逝去 甚至可能吵醒了我們天啟心上的好朋友 達克賽德 畫面來到天堂島 根據4年前兩個小時長的正義聯盟預告 我們可以推測這個神殿崩毀的畫面 可能是在荒原狼為了母河進攻天堂島之後的畫面 隨著蝙蝠俠的獨白 我們又再一次看到了曾經在蝙蝠俠對超人之中出現的惡夢畫面 這會是這次預告中的一大重點 在接下來的片段中 我們還會看到更多有關惡夢的細節 等會再詳細說 在4年前的大型預告中 Diana僅靠新聞中的畫面就瞬間理解訊息 但在這次的預告中 我們看到了Diana到了一個遺跡之中 看到了達克賽德的壁畫 在他的腹部會有已經完成合體的三個母河 可能就是古人記在數千年之前 達克賽德建攻地球的第一次大戰 這裡我們還看到天啟摩大軍在一個華麗的大廳內集結 牆上的玻璃拼貼成達克賽德的臉 而掛著的錦旗也是達克賽德的標誌 Omega符號 走在中間走道上最前方的人就是達克賽德本人 不知道他是誰的可以去看之前做的預告解析 簡單來說達克賽德約等同於漫威的薩諾斯 就跟薩諾斯要集結六顆無限寶石一樣 他的目標是要找到反生命方程式 得到制霸萬物的力量 跟在他左後方的是迪薩德 達克賽德的心腹之一 專長為拷問 虐待囚犯 在先前的預告中也有出現 右後方的則是慈祥奶奶 我知道以前的漫畫不要計較太多 慈祥奶奶既有及受訓為達克賽德的獵犬 也就是他的精英戰士 他為此訓練了一隻叫做慈悲的狗 他與慈悲一同經歷了無數戰鬥以及訓練 建立起了深厚的羈絆 但這成為獵犬前的最後一個試煉 即是要他親手殺了慈悲 才能成為金牌特務 但慈祥奶奶不僅沒有殺了慈悲 反倒是殺了訓練他的導師 事後達克賽德問他為什麼不殺了慈悲 他回答 我不能殺了他 否則會奪走我主人最忠誠的資產 達克賽德聽到了之後 命令慈悲殺了慈悲奶奶 慈悲聽到之後馬上攻擊慈悲奶奶 迫使他親手殺了慈悲 達克賽德看到之後覺得非常佩服 就交與慈悲奶奶訓練軍隊的職務 慈悲奶奶至此透過洗腦 以及折磨訓練達克賽德的軍隊 在天啟軍團建功地球時 他還負責尋找有潛力的戰士 並且將他們訓練為達克賽德的獵犬 他本身也擁有著新神族特有的力量 耐性以及反應速度 還精通審訓以及折磨的能力 此外在這個大廳的背景之中 也可以看到熊熊燃燒的高塔 所以這個場景應該不是第一次大戰 而是蝙蝠俠噩夢的畫面 這裡我們再看到了 荒原狼像達克賽德 或者是迪薩德 其實看不太清楚的投影下跪 隨著他跪下 他身上的鎧甲也逐漸卸下 露出外星人的樣貌 荒原狼在這裡的造型跟故事 都跟戲院版不一樣 在此處的設定中 應該是呈現他早已被達克賽德 放逐多年的模樣 而找回母河的目的 就是為了讓自己 重回達克賽德的麾下 戲院版對於荒原狼 一直稱母河為母親這件事 有個非常奇怪的解釋 也就是他的母親 Hegra的靈魂 被困在這些母河之中 而他要結合幾個母河 才能釋放他的靈魂 進而擊敗達克薩德 問題就出在於 Hegra在漫畫中 是達克賽德的母親 而荒原狼則是他的叔叔 鬼圈爭亂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片段中 看到重製版的荒原狼 對上亞馬遜大軍 在特效表現上明顯 比四年前版本更加有力度 以及自然 而且如果仔細看這個畫面 可以看到被砍中的亞馬遜女戰士 噴出大量鮮血 明顯是要向我們強調 這個版本有多麼限制級 Diana解決恐怖分子這一幕中 我們可以看到建築物發生了爆炸 但在原先的版本中 Diana靠著把炸彈丟上天空化解危機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版本中 她並沒有成功拯救所有人 啊,Zack Snyder以及他的黑暗故事 此處崗古所在的場景 應該是蝙蝠俠的噩夢時間線之中 但先前已經釋出了噩夢版本的閃電俠 以及崗古造型 很明顯跟這個版本不太一樣 有可能是過去的崗古穿越到未來嗎? 或者這是崗古在做出噩夢裝甲之前發生的事 接下來阿福說了 你要怎麼知道你的隊伍足夠強大? 如果你沒有把握可以贏過朝你衝出來鬥牛 那就不要在他面前揮舞紅色披風 在講這句話的同時 背景畫面也用身形有如鬥牛的荒原狼 以及超人帶著紅色披風的影像 來映襯這句話 好了啦,Zack 我們都知道你有多喜歡象徵 這裡我們再看到Victor穿著美式足球隊的衣服 在一個空曠的地方站著 我認為這可能是他成為崗古後 跟自己體內的城市 或者跟母核對話時的畫面 因為我們也可以從前一個預告中 看到他在類似的地方操控著一堆飛彈 這些畫面應該都是他腦海之中的想像或是模擬 在幾個舊畫面之後 我們看到了更多Barry從車禍中拯救Iris的畫面 以免有人不知道Iris就是Barry在漫畫中的女朋友 我們有可能可以在正義聯盟中看到 這兩人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裡我們看到了黑衣超人準備起飛的畫面 在漫畫中超人被毀滅日殺死又復活之後 為了有效吸收太陽能 也是穿著黑色的服裝 不過原本應該是沒有披風的 不知道Zack Snyder這個死中漫畫粉 為什麼這次會加上披風 在這一幕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蝙蝠坦克 明顯是受到黑暗騎士歸來這個故事啟發 講述Bruce隨著歲月逐漸衰老後 高坦士逐漸落入幫派門的手裡 而蝙蝠俠為了阻止幫派肆意橫行 於是用高科技製造許多不同的武器協助他 蝙蝠坦克就是其中一項武器 當然最後還有讓眾人花然的小丑那句話 這裡我們看到由Jared Leto飾演的小丑 身穿部隊背心正式出現在正義聯盟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出現在蝙蝠俠的惡夢畫面之中 而且相比起自殺突擊隊中的他 頭髮長了 臉上的刺青沒了 整體也更加的憔悴 可見就算是小丑 在這樣的世道也會受到不小影響 這一幕看起來是蝙蝠俠與鋼鼓主動去尋找小丑幫助 這也解釋了蝙蝠俠對超人這種蝙蝠俠的槍上黏著的小丑卡 另外這一段似乎是在致敬The Last Night on Earth這段漫畫故事 講述了蝙蝠俠在沉睡多年之後醒來 發現世界已經經歷了無法想像的浩劫 高坦士也不復存在 Alfred用精心設計的虛擬現實來將Bruce留在他的地下碉堡之中 在意會到事實之後Bruce再度穿上了自己的蝙蝠裝 走入荒漠之中 更是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個裝著小丑頭顱的燈籠 而這個小丑頭仍然有意識也能夠說話 這怎麼辦到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而在這個故事中這個小丑燈籠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蝙蝠俠的盟友 回到電影小丑究竟能夠提供什麼協助 這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可能是跟Lois Lane有關的線索 另外一個可能是關於閃電俠的線索 為什麼呢?這就要進入劇情猜測的部分了 由這部預告片我們可以得知正義聯盟故事線大約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蝙蝠俠為了阻止達克賽德以及荒原狼而召集正義聯盟 第二蝙蝠俠的噩夢在片中應該是真實發生了 而且還有不小的篇幅 第三閃電俠將時間線導正 最後正義聯盟對抗荒原狼 在蝙蝠俠對超人之中 閃電俠警告Bruce的時候說Lois是關鍵 所以造成時間線產生分歧的原因 應該就是在超人身上 更精確的來說 可能取決於超人選擇站在哪一方 加上小丑這一角色的回歸 讓我們很容易的聯想到不易聯盟的故事線 在不易聯盟故事中 小丑綁架並且炸死了懷有身孕的Lois 導致超人暴怒並且犯下了不殺生的大戒 自此之後超人建立了獨裁政權 並且把所有與他意見不合的英雄反派平民一律抹殺 是不是很像蝙蝠俠所做的噩夢 因此我認為正義聯盟的故事發展在前期 應該會跟四年前的類似 《荒原狼進犯天堂島警告》 以及蝙蝠俠組織正義聯盟 還有預計也會是這部電影的主軸 《鋼鼓的故事》 而在戰力考量下 蝙蝠俠選擇復活了超人 但可能因為小丑從中作梗 導致Lois慘遭不測 於是超人就變得越來越極端 選擇跟達克賽德合作 用暴政來維持秩序 至此進入第二幕《蝙蝠俠的噩夢》 我們應該會看到電影的時間線跳到多年之後 當時只剩下蝙蝠俠、鋼鼓以及閃電俠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蝙蝠俠才會尋求小丑合作 之後他們將閃電俠送回原本時間線來警告眾人 但是不小心出了差錯 才會在BVS之中看到他說 我太早了 不過在預告的另一段 我們也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畫面 也就是鋼鼓嘗試觸碰母河 卻釋出了一股衝擊波 而緊接下來的畫面就是閃電俠從神速力之中衝了出來 搭配鋼鼓好像意會到什麼的表情 我有一個理論你聽聽看 會不會在正義聯盟第一次集結時 鋼鼓觸碰母河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 試出的衝擊波影響超人心理狀態 或者殺死Lewis之類的 而引領到剛剛所說的惡夢黑暗時間線 而第二個畫面的閃電俠 就是從未來回來警告鋼鼓 不要這樣做 以上純屬推測 但是應該也八九不離世了 不過目前還是有許多不確定的元素 例如原本謠傳的第七人 到底會是火星獵人還是綠光戰警呢? 唯一能確定的是 這看起來與四年前的版本 確實是完全不一樣的電影 如果對於劇情有什麼不一樣的猜測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的話繼續點畫面上的連結 看其他影片會是莫大的幫助 感謝各位 Movies are dead, long live movies 我是超立方 我們下部五片見